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们从这一回开始讲明朝 讲锦衣卫 今天咱们讲第一回 作死背后的秘密 其实人都是差不多的 思维正常的人 没有主观上自己去作死的 你如果仔细观察生活 作死这个词啊 都是说别人的 说那些他的行为 让我们不能理解的人 找不到他这么干的原因 于是我们就说 这个人他作死 你呀你就作吧 甚至于现在英文中 也有了这句 挪作 挪蛋 我们的历史学家们 给元朝的灭亡 找到的原因就是作死 一个外族政权啊 你在中国 你不老老实实的汉化 反而不停的作 最后你看 把自己作死了吧 其实啊 这完全是糊弄人 元朝的灭亡 我们不是不知道原因 我们的使官们知道的很清楚 只是不方便说 因为这后边有学问 我们讲讲元朝的灭亡 频频 历史中的滋味 有两个事情 使官们列举出来 证明是上天 让元朝灭亡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元朝 开始不停的换皇帝 从1308年到1333年 这是25年 是吧 25年元朝换了八个皇帝 四年一戒 使官们说 皇帝的短寿 这是天下大乱的先兆 第二件事情 就是天灾 使官们说 从1324年 到元朝灭亡的1368年 元朝天灾不断 蒙古人的暴政 这不是已经激怒了上天 已经降下了灾祸 而蒙古人呢 却丝毫不加以收敛 反而在这个期间 大兴土 修黄河 结果导致民变 汉族暴动 席卷全国 元朝最后 灭亡 使官们说 天灾固然可怕 但元朝灭亡是人祸 简单的说 就是 努作努待 实际上 很多朝代的灭亡 都是这么记录的 我们来看看 使官记录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 这个元朝 亡于皇帝短寿的说法 就不对 元朝的末代皇帝 铁锅登基的时候 22岁 他的名字 元朝皇帝的名字 在蒙古语中 翻译成汉语 就是铁锅的意思 他就是元顺帝 从忽必烈那算 他是元朝的 第十一位皇帝 从成吉思汗那算 他是蒙古的 第十四位皇帝 他的年号是智政 智政天子 元顺帝 铁锅 铁锅 其实是 蒙古族汉化派的 元帝国到了铁锅 这里其实是稳定了 铁锅应该算是一个好皇帝 他的好多举策 我跟你说 都是有康熙范儿的 他一上台 也是扳倒了全臣 让元朝 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时期 在他以前 确实是25年 换了八个皇帝 他自己也算是政变上台的 但他在位三十年 蒙古灭亡这件事 责任很清楚 就是智政天子 元顺帝铁锅 就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元朝并不是亡于上天的诅咒 亡于短命的皇帝 至于天灾说 说元朝因为天灾而亡国 那就更是无稽之谈 不信你算一下 远的咱不算 咱就算最近二十年 咱们中国有多少大灾 洪水 地震 冰冻 SARS 秦流感 我跟你说 不比元朝少 咱们这么大的国家 发生局部的灾难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各朝各代都有 元朝末年 并不比现在频率更高 使官们既然说的不对 这么一个好皇帝 有机会和康熙大帝 比肩着铁锅皇帝 在一个正常的年轻 他怎么就亡国了呢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作为元顺帝 作死的铁证 就是治理黄河的故事 其实并不是铁锅皇帝 闲着没事要大兴土木修黄河 我们的使官是把几个事情 拆开来讲的 故意让你迷糊 修黄河这是不得不修 而不是面子工程 1352年黄河在河南掘口 这是从1353年开始修黄河的原因 这次黄河掘口 其实算是比较大的一次 但其实也不是最大的 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掘口 最大的黄河掘口 一般会出现黄河入淮河 导致长江以北一片泽国的局面 这次掘口其实只是在河南发生 只是造成了河南和山东的局部 造成黄河改道 这黄河是这样 黄河水中有大量的泥沙 所以它会不断的沉积 导致河床会越来越高 河南的这一段黄河都是地上河 什么意思 河床比地面高 所以一旦黄河大滴掘口 那个黄河水啊 是从天上灌下来的 那种携带了大量泥沙的泥石流 根本就堵不住 所以水会一下子淹没很大的区域 但水四下一流不是吗 流速最终就会慢下来 流速一慢 泥沙就开始沉积 黄河会根据地势最终 重新形成河道 仍然是地上河 一般这个过程要几年 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说的就是黄河的改道 是吧 这是李存旭的话 咱们讲五代的时候 讲过这个事情 咱们汉人其实很清楚这个事情的 从古至今 黄河改道就没有停止过 这件事 我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体会 也不久 就去年夏天 我去山东旅游 从东营路过 我还曾经专门去看过黄河口 从东营开车去的 就跟着那个汽车导航 我们后来就来到地图上标志的 黄河入海口 可四下望去啊 全是灌木 哪有黄河呀 是吧 连一条影子都没有 那地儿就只有江泽民书记 提写的一块碑在那儿 我们就和当地人打听 这才知道 江总书记提写碑文的时候啊 黄河就从这里过 那个时候的入海口 就在我们脚下 但现在十几年不到 黄河已经改到了 现在的入海口要向北 再开车十几公里 黄河就是这样 以我们现在的科技 以我们现在的工程力量 我们可以南水北调 对吧 我们可以高峡出平湖 我们可以天涯若比林 但我们没办法让黄河安静下来 更何况几百年前的蒙古人 所以黄河泛滥 其实年年有 只是程度不同 沿岸的这些省啊 一直以来都是有准备的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其实是黄河泛滥 对一个朝代是一种考验 考验你这个国家的国力 你有没有足够的积蓄 应对这个比较大的灾难 因为比较大的灾难 国家要有积蓄 准备救济一百万人 无家可归 要救济这样大的一个灾难 在所谓的盛世啊 这不是问题 但在乱世 这一百万人就要出大事了 蒙古面对的其实只是一场 几十万人的中等规模的 泛滥 是吧 蒙古人是有准备的 从各种迹象表明 蒙古人是完全有能力 应对这场灾难的 并且当时的蒙古朝廷 也是很重视这件事情的 也是想尽全力 把这个救灾办好的 并不是有些使官们说的 蒙古人冷血 不顾老百姓死活 对老百姓的生死 不闻不问 不是这样的 那肯定是出了问题 对吧 因为从后来看 老百姓最终没有得到救济 饿着肚子 还被安排 修河堤 结果激发民变 问题啊 是出在当时的宰相 托托这 当时的宰相 托托呀 突然起一个非制 有一好主意 那横竖都是要救灾 是吧 要给受灾的老百姓 发救济粮 与其让老百姓们白吃饭 不如让他们上工地 让他们去修河堤 我在工地上发河饭 谁参加劳动 谁就有饭吃 这多好啊 一方面救济了灾民 另一方面 从根本上 我长治了黄河呀 托托这个主意 其实蛮先进的 在今天 这就是在灾区政府出钱 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 你们的地烟了 是不是没工作了 政府给你们工作 有工作就有饭吃 国家和个人 这不就是双赢吗 修黄河 就是这么一个工程 应该这算是一个 惠民工程 你不能说脱脱的本意是坏的 这是一个很积极 也应该说是 切中要害的好主意 这么一个好主意 怎么最终搞砸了呢 事实证明 蒙古人太不了解自己这个国家了 元朝是一个外民族管理下的国家 他与以前的外民族入侵建立的朝代 还有不同 蒙古一直拒绝汉化 蒙古皇帝换得那么秦 其实就是支持和反对汉化的派系 斗争的太激烈了 以前的那些民族啊 汉化派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因为你在汉家的土地上 有汉人支持你 汉化派的优势是蛮明显的 群众级主要啊 是吧 但元朝就不同 虽然汉化派有汉人的支持 但元朝只是蒙古的一角 你看地图 而且是很小的一角 蒙古是一个地跨欧亚的 史如前例的帝国 虽然他们分裂了 但他们之间不是敌对 他们之间的关系叫距离产生美 是吧 我们合不来 那就离远点 所以蒙古的反对汉化的势力 实际上是有外援的 这就导致蒙古不能快速的汉化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国家的碎片化 有中央在 但地方势力非常强大 中央掌握在蒙古人手里 地方势力掌握在官吏们手中 表面这是一个统一的帝国 但底下却暗流汹涌 无数个小政权控制着民众 托托这个元朝的蒙古人的宰相 甚至于对他的汉族下属 没有最基本的了解 他没想到的是 元朝政府下发给灾民的救济 最终竟然全部被各种官吏 各级官吏 贪污了 我们就仔细说说 托托的这个决定 在水灾发生的当年 托托就开始准备治理皇后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 汉家官吏参与的决策 这是蒙古高层的一个拍脑门的决定 为什么说汉家官里没有参加决策 道理很简单 这样的治皇工程 一边修河堤 一边赈灾 这么好的主意 我们汉人为什么五千年来 从来没有采纳过呢 是我们比蒙古人笨吗 从古至今 治理皇河和救灾 都是分开执行的 救灾是救灾 修河是修河 这两件事是不能一起搞的 黄河发大水的时候 你根本就堵不住 只能眼看着黄河泛滥 治理皇河是要在水退去以后 改道以后 黄河改道以后 在水小的时候才能修堤呢 这是常识 黄河修河堤必须要等 可能要等一年多 两年三五年七八年的都有 可老百姓吃饭能等吗 脱脱的惠民工程 一边救济 一边修河堤 所有的汉族官吏 只要稍有常识 都知道从一开始 这就是瞎掰 拍脑门子而已 历史无数次证明 就是这样 靠拍脑门子上马的这些工程 你越是拍胸脯 最后越得拍大腿 结果元朝政府 确实是把国库搬空了 救济灾民 宰相脱脱把胸脯拍在山下 一定要救民于水火 一定要把这个千秋工业干成 从元朝 从我脱脱开始 中国啊 要和黄河水患 说拜拜 就这么干了 不懂行的领导 一意孤行 执行着一个好心的错误决定 问题是不是来了 我问你 这些汉族的地方官 他们知不知道 脱脱的决定是错的呢 从脱脱 信心满满的干这件事情来看 肯定是没人告诉他 那这个问题就有趣了 为什么不说呢 眼看着领导往沟里开 可大家就不说 这是为什么呢 各位大爷们 你给小民们讲讲 你们当年是怎么想的呀 说到这儿 我告诉你 我的脊背开始发凉 是为什么不说呢 稍微读一点历史 你就知道 哪怕你没读历史 你听听评书 你看看戏 你也会知道 就围绕着这黄河救灾 历朝历代杀了多少贪官呢 大家不说 是因为这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 告诉脱脱 那就甭想发财了 这件事最终 也不过就是又一次 大规模的集体贪污 救灾的结果就是 从报表上看 老百姓一个个吃得饱饱的 在奏章里 老百姓们身呼万岁 可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粮食 发到老百姓手里 不但没有领到粮食 老百姓现在饿着肚子 还要上河堤去服摇曳 去摆样子 给蒙古来视察的官吏们看 这些蒙古视察大员 拿到了各级官吏的贿赂 远远的看见了万头传纵的 感人的劳动场面 于是向脱脱报告 赈灾取得成功 治理黄河 指日可待 可就在一片送扬声中 突然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 最初的暴动是针对地方政府的 民众吃不上饭 就开始聚集起来抢夺富豪 开始围攻衙门 没办法 就这有粮食啊 脱脱的惠民政策 最终负了贪官 却坑了百姓 紧跟着蒙古官吏们 犯了第二个错误 百姓要吃饭的呼声 竟然没有传到蒙古统治者的耳朵里 蒙古人显然不知道百姓是为什么造反的 给你们吃了饱饱了 你们闹事 蒙古军队开始镇压暴民 应该说这是一个误会 百姓受灾 政府真的是倾尽全力在救急 但这些钱粮都被贪官污吏们贪污了 就是这些官吏欺上瞒下 最终导致了最初的民变 蒙古人如果能聪明一点 发现问题 整治贪官 其实不至于最终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毕竟政府的本意是好的 蒙古并没有想自取灭亡的意思 好心 但因为脱离实际 最终办了坏事 蒙古军队的介入 成为一个分水岭 最早人民的愤怒是针对贪官的 可蒙古军队这一介入 一切都不可收拾 那些个往事全想起来了 现在矛盾被转移了 贪官们现在松了一口气 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体制 不是我们有问题 是体制有问题 是这个国家不好 对吧 你看军队不是来了吗 说到底 你们饥饿呀 不是我造成的 是国家造成的 要愿就愿这个外民族的国家 暴动 从黄河两岸 个别饥荒严重的地区 马上就扩展到整个黄河灾区 蒙古军队毕竟人数少 事态当时发展的又特别快 形势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 最终整个汉族地区都发生了骚乱 有趣的是这些汉族官吏 他们现在摇身一变成为暴动的领导者 应该说 引起元朝灭亡的这场汉人大暴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汉族官吏的贪污 让这场暴动变成一场推翻朝廷革命的 也是这帮官吏 最终在革命中获得最大利益的 还是这帮官吏 就这些人的爷爷在金在宋 他们都是高官 甚至于他们的家族当官的历史 可以追溯的更久 这些人的后代在金宋灭亡以后 仍然是官 他们投靠了蒙古人 帮着蒙古人推翻宋朝的人就是他们 现在要推翻蒙古人的 还是他们在明朝的初年管理国家的 又是他们 还是那句话 这个天下换的是皇帝 不换的是县令 用当前的时髦的话来说 这叫什么 这叫处长治国 这个国家 你以为是皇帝的吗 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历史里 铁锅一定要是坏人 为什么 他们一定要是作死的人 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的历史是处长们写的 怎么好意思写着我们贪婪的和蒙古人勾结呢 什么导致了元朝的灭亡呢 明明知道 却故意不说 天意如此 当你问起这个历史原因的时候 老师给你讲了一大堆天文课 然后呢 然后又讲了一大堆生物课 然后打铃了 老师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下课了 你学到的历史就是这么回事 好了 这一回我们讲到这里 自说自话的掌柜 在海淀 欢迎你继续收听 这一回我们讲到这里